这个胖女人被推着沉入浴缸 只需浸泡红色液体几分钟 就能秒变完美身材大美女 与二百斤的自己判若两人 女人小美 最近察觉到丈夫 对造人计划不得尽 说没有兴趣吧也不是 但宁愿抱着手机看线上美女 也不愿抱着身旁自己努力 喊她交个凉 推三阻四 说是累了起不来 可眼睛却死定美女磨不开视线 两人虽然睡在同张床上 心却像隔了条个楚和汉剑 隔天清早 小美想做点好吃的哄丈夫开心 哪知不领情就算了 对方还嫌弃不已 都说过多少次了 早餐不要惊弄这些油腻的玩意 谁能吃得下去啊 训吃就算了 刚对她甩完脸 转头就对宠物狗热情如火 好你这家伙 对妻子还没对条狗好 仿佛娶个老婆回来 是要她打扫卫生一样 丈夫出门后 小美留在家清理 刚准备把丈夫衣服丢进洗衣机 却突然掉出了一个东西 捡起一看 居然是外面某个会所的打火机 还也凤凰 好啊 怪不得天天交不出粮 原来精力都留到别人那去了 你这狗男人 现在是嫌弃我这黄脸婆了不是 居然到外面鬼混 气愤的小美 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 无痕息之怀你完美曲线 盯着这句话 想到狗男人 她深吸一口气 下定了决心 根据地址 小美找了过来 只是没等敲门 大门就自己敞开了 引入眼帘的 是个穿着旗袍 风情万种的女人 小美还没说明来意 女人就知道她想要什么 放着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摆设 其中最显眼的 就是房中浴缸那红色液体 女人告诉她 这是能将你 变成任何想要模样的美容液 虽然效果显著 但过程会十分痛苦 为了挽留渣男的心 值得承受吗 来都来了 哪能无功而返 小美让女人在自己身上做好标记 然后坐进浴缸 泡进了美容液里 只要泡进去就能整容的液体 你想要吗 这个泡妞不过泡了一分钟 出来就成了凹凸有致的大美女 只见一个女人用力揉搓 加上堪称神仙水的效果下 等小美出来时 整个人已经脱胎换骨 判若两人 虽然塑造过程难以承受 但好在效果非常不错 坠肉都没了不说 该秃的地方也还在 过去困扰她许久的肥肉 都已经完全消失 小美看着镜中焕然一新的自己 简直不敢置信 临走前 女人给了她一个瓶子 表示她总有一天用得上 涅槃重生的小美走在回家路上 回头驻足率那是百分百 但她现在只想赶紧回家 哪知下一秒 她就碰到了正在遛狗的丈夫 狗子嗅出小美身上气味 兴奋地扑了上去 而丈夫却没认出 这就是她妻子赶忙道歉 小美刚想说话 对方却抢先开头 三句不离她的美貌 还说从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仙女等等 总之就是各种油腻的土味情话 女人本想说我就是你老婆 哪知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滔滔江水口水不断 终于说完了 还不忘递上自己的名片 小美总算看清了丈夫真面目 话都懒得说 结果名片头也不回就离开这里 晚上她随便找了家酒店主 打电话跟丈夫说 自己想要娘家住几天 而电话那头的男人 似乎巴不得她赶紧离开 再也别回来 没聊几句就表示还有工作要忙 立马挂断电话 可嘴上一回事 手上又是一回事 小美冷眼看着男人不断发来消息 才刚注册的聊天账号 加上丈夫号码 对方就跟舔狗一样 不断刷屏 甚至今天刚见面 就约明晚到她家吃饭 喝狗男人 这就是你所谓的工作忙 小美应下邀请 然后翻出女人 给她那瓶没稀释过的美容液 心里顿时 有了一个计划 就没见过这么狗的渣男 胖妻子甘愿在家洗衣做饭 但对她态度 还没对知宠物狗好 等妻子摇身衣变成凹凸美女后 她却怎么都认不出来 还各种土味情话在线撩骚 刚大到令人用脚抓出了三十两厅 隔天晚上 小美如约到她家 而丈夫说起谎来一套一套 居然说自己一个人住 掩盖了她已婚的事实 且色眯眯的眼睛 从人一进门就死定不放 还未展现自己的居家可靠 居然主动说要亲自下厨 这可是自己嫁给她后 她就再也没做过的事了 趁对方做饭这功夫 小美走进卧室一看 发现床上只有丈夫一人的枕头 而她的则被丢到床底藏起 洗刷的牙具也只有一套 俨然打造独居的假象 拉开最底层的抽屉 她的东西全被胡乱塞进这里 这下小美彻底死心 对渣男星会议冷 一有所指的说 你今晚应该方便吧 瞧她那猥琐的目光 小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下心凉的更透了 什么时候起 丈夫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她印象里 从前跟她吃饭时 只顾着低头看手机 全程没有一句交流 乃像现在 对随便一个女人都这么殷勤 明明刚结婚时 丈夫还是很贴心的 但现在算了吧 这种男人要来干嘛 哐当一声 丈夫倒在了桌上 原来她早在杯上动了手脚 小美心痛的流下眼泪 想起两人刚搬进来时 丈夫对她疼爱有加 就算她以后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琐事 但只要两人在一起 那她做的都值得 可现在 一切都变了 小美拿出包里的美容液 她稀释后能让人脱胎换骨 但要是一瓶浓缩溶剂倒下 估计整个人都会化成骨髓 她缓缓走到丈夫身边 拧开盖子 即使心里想让这狗男人去死 可最后她还是心软了 落在丈夫脸上的 只有她的一滴泪 变了值得爱情 就不再是甜的 当为了挽留一个不值得的人 而付出这么多 那最终苦的也只有自己 破茧成蝶的蜕变 来之不易 与其忙着讨好挽留 不如丰富自己 让抛弃你的她后悔 重新开始一段 全新的生活